所以接下來 ESL裡面還可以幫我們做一些什麼事,就是幫你自動判斷 自動判斷的話呢 它的類別 函數類別不在文字,因為它不是文字,它是邏輯 所以接下來的話,如果你要是否正確,可能要找到邏輯 從文字裡面切到邏輯 邏輯裡面的if 按確定之後的話,它會問你幾個問題,1,2,3,3個問題 確定之後的話,第1個問題,它問你說 Logic Text,意思是說你那個 邏輯要告訴我一下,你到底要判斷什麼東西 我要判斷前面這個長度 它是不是等於10個字 所以這個前面的東西是不是等於10個字 那如果是的話呢,它就會是True True的話就是對的 那如果說呢 假設這邊是11的話,它這邊回來會是False 那如果說呢 這根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它就會執行 這邊的一個結果 就把這個輸出 如果它不是的話呢,它就會執行下面這個,所以True就走這邊 False就走下面這邊 OK,那如果 如果等於True的話呢,那我們就輸出一個字,叫是否是 反之的話呢,那就是否 OK,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讓它 就是幫我判斷 是就輸入,就是10個字就是 不是10個字就是否 按確定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答案會不會馬上出來了 放開 有沒有,自動幫你判斷 為什麼?因為向下填滿的時候 C3的3會變成4 就抓前面這個 4變5 變6 OK,那就分別幫你把事情一起